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在想说一定是 曾经有是那个护理的人 我不知道啦 我忘记了 有人把我的拿出来当案例 你放在网路上懂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一般人他们都不愿意 都只是小众传播 那我这个是属于公开的大众传播 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的 拿我妈的Case来做一个研究 那我里面也写了很多很多老人养父的问题 包括他吃的 他用的 我都有在探讨 所以你真的很用心的照片 因为我希望 她的精神都很好 对不对 对 眼睛很亮 可是你如果看到她之前不同的时段 她的精神并不是都这样的 哎呀 她在里面 我不知道那边什么时候 来了一个老太太 哦 一直都没有 那就不要拍了她的事 对 我刚刚突然发现 她怎么在我镜头里面 可是她原来不在哪儿的 是啊 原来不在哪儿的 放轻松哦 就是这个脚 对啊 这脚比较将近 那我除了带她去诊所做复健以外 还有请那个推拿师 一个礼拜来 一个礼拜来三次 已经做了一年半以上了 快两年了 因为她有一阵子去做复健 嗯 结果 那个 有点状况 嗯 因为我没有跟着去 然后 就 不再注意到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这样说得很厉害 嗯 连穿衣服 都是个困难 你说别人帮她穿衣服 对对对 看护帮她穿衣服 都有困难 所以 后来我就马上 每天 请那个 按摩的每天去 去了三个月 然后 她本来也不太会动 结果那个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 推拿师非常高兴的告诉我 说 她发现我妈有反应的 嗯 好 现在可以 好 现在可以 好 谢谢大家